他家这个鹅干厂是大块的鹅干和鹅肉组成 你看一看他这个牛肉干的纹理 这个肉质都清除油来了 大家好我是乐乐爸爸 本瞬间咱们给大家代购有9个月了 带着大家对我的信任 背负着一份责任 今天依然有我给大家代购咱们哈尔林的特产美食 我现在看到大脸巴和萨一克了 给大家看一看萨一克 这都能到的 咱们到华美西餐厅了 这个就是杀一克 这刚出来的呢还是 再给大家看一看大脸巴 这都是啤酒花发酵的 碳木熏口 咱这都是老公一样正在给咱们装 这个都是新到的这个大脸巴 要塞一个靠墙的是大伯普 一个就是小伯普 这也是咱那个大伯普 咱先离一条 终于到大脸巴塞着了 大脸巴塞一个 这就是小伯普 还有杀一克 咱面包的价值啊 哇这么多呀 咱这个是杀一克 是不是阿姨 平时有的时候排队卖煤了就好 今天阿姨这个满代尔故意啊 全买了 给大家看一眼 这个小面包 咱小面包装完了给大家 这个都是热的呢 现在已经拿了这个将近九袋子了 有点拿不动了 今天面包特别多 还动手你知道吗 又勒手又动手啊 听了啊 有一个姐啊 要买这个他家的小面包 然后给大家看一眼啊 他家的小面包 小面包多少钱 15一大 15一大多少个呀 3块钱一个就是 3块钱一个 过来10个 华美家的小面包 有点发干啊 不像西方面包那么细 这个是3块5 看这个比较有光泽的 有王王的 这个是马蒂尔家的小面包 这个是正面 咱这个是侧面 它家油比较大 这个是3块钱 今天有个姐要了10个 这是一袋 一袋5个 然后呢 给大家看一看 咱这个华美家 这个今天一共是140个小面包 这个是杀一克 也叫杀一克 今天这个杀一克是有160的 正好那个油点太热了 咱晾晾 擦这个东西 你吃着 稍微带一点咸口 然后大脸子 看一看 这都是啊 今天大脸子 没说吗 70多个 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大脸子啊 比脸盆还大 非常沉 大概有三斤 而且这个啊 非常占运费啊 大家要是想买的话 尽量少买 百年老店 老顶风到了 他家糕点这一块 做得非常好 看一看咱这个 新出来的这个光头怎么样 这个光头啊 是反购率 回购率是最高的 特别香 越嚼越好吃 那种嘛 吃个五六个 你都不用喝水啊 咱这个就当零食吃 没问题 这个光头 有一股淡淡的面香味啊 吃起来头感最好的 而且咱这个光头 反购率 复购率是最高的 今天就有八十斤啊 光头就是视频 咱之前看到的啊 这个口感非常好 咱牛车饼也拔袋 然后呢 这一袋都是一斤装的 咱还有半斤的啊 你像这个锅灰 还有咱这个枣花酥 枣花酥也可以半斤满 然后这个五日月饼啊 川酥月饼 还有咱最近呢 这个反贵量 比较好的 这个蛋黄酥 现在量也上来了 它这里有鸡蛋啊 这个吃起来 有点蟹黄的味道 口感还是比较好的 今天六袋 这一斤是一袋啊 咱今天这个东西非常多 蜜果啊 像咱老师蛋糕 这个真能吃出以前的味道啊 咱这个老师蛋糕 我记着小时候那个味道 真的在我记忆里 永远抹不去啊 我老子不让我吃 就给他孙子吃啊 因为我是外孙子嘛 就在那小棍里藏着 特别香 你打开之后 就是以前的味道 还有咱老鼎峰的儿童肠 今天也有一袋啊 油茶面这个十五的 反贵非常好啊 姜米条 看一看 然后还有这个卤果啊 咱牛车饼 看一看是不是从前的味道 从前的样子啊 这个上面都是 兴兴点点的这个糖粒啊 就是老师的那个感觉 绿豆糕今天也六七袋啊 也比较多 再看看这里有啥 这里是山楂锅盒和草鱼锅盒啊 这都是一袋一斤的 然后还有这个蛋黄脆 这是十六块多的那个 五种果仁啊 还有这个 春香八宝的 这个是贵一点的 它里头这个果肉更多一些啊 今天的量非常大啊 咱又到丘林食品啊 给大家买好多东西呢 他家 首先给大家看一眼啊 他家的这个大脸吧 这个是四斤多的 他家这个是三十九 这个是小脸吧 这个是全卖的 然后他这个是面的啊 这个是全卖的 然后这个是二十五啊 六百克 咱哈尔滨呢 第一家做大蝦糖的 就是丘林公司啊 他家这个大蝦糖绝对正宗 有好多这个便宜的 你说里头有粉面的啊 淀粉 他家这个吃起来酥脆 还不是那种厚甜 九心糖 这个外面是巧克力包着的 里面是真酒啊 里面真酒 如果要吃多了 千万不能开车 这个九心糖还是很好吃的啊 他家这个果脸了 回锅率非常高啊 这个果脸吧 有点像法棍 这里面啊 大家看一看 一层一层的都是果肉啊 还有这个核桃仁 非常多 这个都是一层一层的 你要是掘开之后 没什么都直接往下掉啊 他这个吃还是很柔软的 这个好吃啊 这个 然后他还分红枣脸吧 这个都是啊 里面都是一层层的果肉 对清烤鹅到了 给他家买鹅干肠 鹅干肠是二十八块八一斤 树叶有专攻 对清烤鹅 他家做这个鹅干肠啊 真是一绝啊 这个是鹅肉加大块的鹅干组成啊 吃起来口感啊 和这个红肠啊 绝对不一样啊 这个更好吃一些啊 大鹅是三十八块八一斤啊 对清家啊 做这个大鹅和鹅干肠 绝对是一举 这个大鹅啊 吃起来肉质非常紧直啊 一点不柴 口感非常好 咱这个回锅量也非常大啊 他家吃完了之后 都说好吃 也确实这个东西 做的这个味道啊 这个入味 你知道吧 他家这个是也是酱制的 感觉到往上冒油啊 他家这鹅腿啊 非常实味啊 吃起来一点都不柴 这是没作风之前啊 六块钱一个 他家这个鹅干啊 就是鹅干肠里的鹅干啊 吃起来非常细腻啊 是二十一块八一斤 鹅针是五十八 吃起来还是耿揪的啊 鹅爪是四十五块八一斤啊 像鹅质鹅头啊 这都是三十八块八一斤啊 咱给大家买的所有货品 都是在这个实体专门店 给大家购买啊 今天的这个货量啊 非常非常的大 咱这个半只的啊 就有四十多只 这个咱这大鹅 反顾率是很高很高的 吃的就不会让大家失望 给大家看一看 半只的大概价钱啊 鹅爪 鹅针 还有鹅肝 咱今天这个鹅肝肠啊 就七十道啊 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一面山了都 咱这个鹅腿 大家吃就知道了 一点都不柴 咱今天鹅腿啊 就二十多个 全是鹅肝啊 咱这个 然后还有这个鹅针 鹅爪 这边一共有十二个整只的啊 这是大概的价钱啊 一手垫到了 现在他家这个大马哈鱼 没涨价 三十八块八一斤啊 来两个大猪蹄子啊 他家这个猪蹄子是 四十三块八一斤啊 给我找两个肉多一点的 肉头点的 酒店的大丸子啊 这家伙还热乎呢 这个是二十七块八一斤 这个大丸子啊 放点这个大白菜一顿 肉香味恼恼就上来了啊 太子鸡是三十五一只啊 羊上网到了 给大家买大牛蹄啊 看一看他家这个牛蹄 哎呀黄油油的 这金质太厚实了啊 咱今天来两个拌揽的 一个整个的大牛蹄啊 看一看 哎呦全 他这个牛蹄 你要是吃你就知道了 筋纸非常多 还能咬动 还有嚼劲啊 这大牛蹄子 很压的是真过瘾的 看一看咱这整个的啊 咱今天拿一个整个的 再拿两个半只的啊 给咱先切一个啊 一共就两个整个的 等下咱拿下了 切好的那个不好 看他家的牛蹄 七十九块九一斤啊 这个酱牛肉啊 是九十二块九一斤啊 咱就来哈肉粮 给大家买这个红肠 精品红肠啊 这是肥肉香煎的 这个精品红肠是三十九块八 咱这个今天买的很多啊 买了四十多袋啊 这个通常是三十八块八一斤 这是纯瘦肉的 他家松人小肚是按个的啊 二十二一个 松干肠是八十一一斤啊 咱这个彩包的是一斤正好的 然后咱要这个半斤的 也可以来这个线素风的 夜市白头鸡 看一看他家的小鸡 就是二十块零八某一斤啊 非常软烂这个炖的 他家这个老人非常爱吃啊 奋斗复食到了啊 他家这个粉肠 在哈尔滨啊 还是非常有名气的啊 二十块零八某一斤 他这一根啊比较大 大概是二十七八一根啊 奋斗复尔的牛肉干到了啊 给大家近距离的看一眼 他这个肉质啊 非常香啊 咱这个牛肉干 你吃起来一点都不柴 你看一看 他这个牛肉干的纹理 这个肉质都浸出油来了 他这个牛肉干 你吃起来越嚼越香 奋斗复尔大草原的这个牛肉 他这个肉质非常好 所以说他这个东西 你不用太修饰他 就是你这个本身的肉的这个味道 吃起来就非常香 他还分这个辣味的啊 这个牛肉粒啊 是左面的是原味的 右面的是这个辣味的啊 他这个口感吃起来 比较松软 他家的牛肉干啊 原价是一百五十八的 现在特价啊 那个牛肉粒是七十八 共是十斤牛肉干啊 这个回味量也是非常好的啊 这个看见是当个零食吃 绝对是可以啊 咱的煎饼啊 真是回购率 复购率是相当的高了 给大家看一眼 这个煎饼是分小米的 还有五粮的 给大家近距离看一看 他这个煎饼 你吃起来非常柔软 这个越嚼越香啊 你像我女儿 都非常爱吃这个煎饼 一会儿小孩没说一张饼 一会儿就吃美了啊 这个口感非常好 二百五十克 他这个是八块钱一袋 咱东北的这个食材啊 你做出的这个东西 原香味特别浓啊 他家还有这个平山煎饼 这是玉米面的啊 这是七块钱一袋 东北的粘豆包 看一看 这个都是大黄米做的啊 咱里面啊 都是白糖馅 所以说不是那么特别甜啊 这个分红小豆 还有分芸豆馅啊 八十克 然后呢是九块钱一袋啊 咱今天啊 这个粘豆包 要的非常多啊 这个红小豆的二十多袋 然后咱这个芸豆的七八袋啊 最近咱煎饼非常火啊 这个发了好几单日本的啊 咱这个有亲人在日本的 然后买咱这个煎饼 吃起来口感非常好 炒鲜辣白菜到了 给大家看一眼 这个辣白菜做的非常好吃啊 脆爽 它这个分整颗的 还分切好的 这个辣白菜啊 谁家都有 但是你知道它这里的辣椒酱 很有说的啊 这个做出来的辣白菜 绝对是不一样的啊 咱这个糖蒜呢 还分酱油的 还有这个甜酸的 梅菜笋丝 就像这些小咸菜啊 那种小萝卜 还有咱这个小黄瓜 早餐咱要是说 吃点这个咸菜 你知道吗 我感觉特别开胃 哎这个特别下饭啊 来点小米粥啊 咱吃一吃 特别好 酥变给大家看一眼 这个好多地方都没有了啊 只有冬季才有的 这个鹰菜啊 辣椒有拌的这个芥菜丝啊 它家的芥梗还是很好吃的啊 就是有点小贵 三十一斤啊 北大黄有机酸菜 给大家看一看啊 这个里面啊 都是菜心啊 就是说没有那个大帮子 咱吃的时候回去一起啊 就可以了 特别省事 这个是12块钱一袋 秋林李道斯到了啊 给大家买秋林李道斯的红肠啊 这个是没缩风之前啊 看一眼 咱这个红肠啊 是39块8一斤 这个红肠是肥肉香煎的啊 儿童肠是40块08毛 它家这个红肠啊 偏黑一点啊 这个是秋林李道斯的 这么一个特色 缩风好的风干肠 79一斤 松人小肚38块钱一斤啊 这个都是大块的肉啊 看一看 这都是缩风丸子 它家粉肠是19块8 这一根啊 大概是123一根啊 咱们所有货品都在这个秋林李道斯专卖店购买啊 这个所有的肠啊 都有防御标识啊 每个都有二维码 这都是秋林李道斯家的啊 这是儿童肠 今天的这个货量也是非常的大啊 这个红肠啊 60袋儿童肠有40袋 这个小肚肠肠 粉肠 还有插肉肉肠的 这些加起来都有30袋 育肠食品到了啊 他家的干豆卷2块5一卷 这个是回过率反购率最高的 他家的干豆卷都是用老汤酱制而成啊 他家这个是北泰收集 是39元一只啊 像这个鞍鸳蛋呢 还有咱那个苏鸡豆腐 我觉得多好吃啊 这鞍鸳蛋是18块8一斤 苏鸡豆腐是11块9一斤 你看咱这个赤中 还有赤尖 这胖乎乎的这个鸡爪子 老有食欲了 五五的肘子 咱这个带耳子的猪头肉 大马哈鱼啊 这个鲜也不咸啊 吃起来非常好吃 这个是43一斤 看一看 他家菜团的分四种馅啊 这个咱今天这个两层就全包了 菜团子啊 这是两盒面的啊 这个吃起来还是比较不错 谢谢 没事没事没事 你尝尝尝尝这种烧饼 正好我也来买烧饼来了 给大爷拿俩烧饼尝一尝 没事没事 我来买这个这种烧饼啊 然后看见大爷 正好给他拿俩这种烧饼尝着 没别的意思 你尝一尝 好 这种烧饼啊 给大家看一眼 咱这个哈尔滨非常有名气的 这个这种烧饼啊 这个烧饼啊 分油盐的 糖的 还有豆沙的 这个凉吃啊 都一点不走味 口感一点不变 非常好 咱哈尔滨人啊 还是非常认这个这种烧饼的 你像那个一块钱呢 可以说吗 有一股生油的味 它的烧饼一块五 卖的还嗖嗖的 咱今天烧饼哪里多啊 将近一百七十个烧饼啊 这个回购率现在越来越多了 大家吃着 口感啊 真是能吃出最早那种烧饼的味道啊 老师蛋糕店到了啊 给家人来买这个月饼来了 他家的月饼啊 吃起来还是比较软酥的 最主要这个馅啊 他家这个非常满 给大家看一看 用料还是很足的啊 这家的月饼都是自己做的啊 这个都是当场做 四块钱一块 真的是良心价的 这是六种能做的馅啊 咱东北的大豆本身就非常好 黑土地的嘛 它这个豆香味非常浓啊 咱这个干豆腐啊 做一个煎干豆腐 放点这个猪肉 一顿 哎 嫩超的老香了啊 尤其是这个干豆腐 你要是再来一个大葱卷上的 吃没至 这个干豆腐可以动啊 它这个你在做的时候 豆香味依然很足 八块钱一斤啊 终于进屋了 我总说量到啊 今天啊 这个量比每天更大 去大家看一看 咱站上楼的东西啊 今天没说吗 150单呢 相当庞大的 它这个每一份里头都非常多 你看这个咸菜啊 咱今天特别特别多 尤其是这个 咱辣白菜啊 非常多 你看简单的 咱现在隔一下类啊 这个屋子 还能稍微走一点地方了啊 这个像丘陵里豆丝的 还有最轻的 奋豆家的 海肉莲家的 咱简单的都给 微了一下类啊 像咱这个九星糖 还有大虾糖 这家老多了 二十多袋的啊 咱东北有机酸菜 今天十多袋啊 这个都没时间介绍 这个都是菜心啊 还是很好吃的 果尔脸吧 咱就是说这个 沙一克啊 没说吗 今天就爆炸了 咱今天这沙一克 就非常非常多 然后那个小面包 大脸吧 咱那个 还有桃子面包 这两下子 这个是小果果 这些都是的 今天咱果尔脸吧 也超级多啊 这个两大袋子 两大袋子 一共是45的 还剩五单啊 马上就完事了 这个都是咱们货啊 小乐乐跟我这个 鼓了一期安 哎 这个门口的 马上这都是咱们要发走的 马上八点了 好来不计 这个都给完成任务了 今天这个 最后马上要收尾了 中间啊 发了几批的 因为咱们这个 顺风那块啊 一天好几个班次啊 赶哪个班次 随包随就走了 从天黑出发 到天黑还没有回家 这都是啊 给大家看一眼 这都是咱们今天的这个货 在中间都发了几批了